上游乃千年古役 南唐宝达十年公元952年至县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是客家摇篮赣州的纯客家县之一 具有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 其中九诗拜相就使这里的客家人 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 传承和发展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文艺表现形式 是在广东福建等地引入的龙灯 诗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型民间灯材 九诗拜相一般有九诗 一龙一象一麒麟一排灯和一座炉古彩厅组成 在每年的正月初二至元宵节期间 和其他重要节庆日进行表演 龙是中华民族所崇拜的星云与地万物的神物 中国人也称为龙的传人 诗是百兽之王 是威武雄壮强盛的象征 九诗欲于九州 麒麟是传说的仁德之兽 是吉祥如意的象征 像写音祥能预照灵锐 是寿中的德高望重者 象又可指天象 古代有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之说 因而象又象征上天 象征大自然 排灯是前导灯 彩亭是乐队依附的亭子 这些艺术造型如真的动物一般大小 栩栩如生形象逼真 九诗拜相是一门综合的艺术 他容音乐 绘画 舞蹈等多种艺术与一体 表演的队伍一般由数十人 乃至百余人组成 乐队由沙拉子 索纳 卢谷等组成 常用的索纳曲盘有 三字队 将军令 满堂红 德胜歌 望远游街等 旋律奔放优美 响亮欢快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其表演形式有开厅 暖厅 赠须 餐围等 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表演手法有 小诗戏龙 金龙穿花 龙诗香耍 麒麟豆诗 麒麟诗相团龙等 群诗相喜寓意万物争春 人寿年风 麒麟诗相团龙寓意团结和和 万众一心 九诗拜相 寓意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整个活动规模辉红 气势磅礴 蕴含了九州同情 万象更新的美好愿景